12月26日 韩国媒体报道称 演员宋仲基正在和一名貌美的英国女性热恋交往中 宋仲基和绯闻女友一同出现在机场的视频 也随之曝光 宋仲基方很快承认了新恋情 经纪公司声明表示 宋仲基继续与有好感的女性见面 请用温暖的眼神看待两人的相遇 两人在去年通过熟人介绍相识 逐步培养出了感情 该女性是与演艺界无关的普通职业出身的英国人 是唯一理解拥有演员这一特殊职业的宋仲基的人 宋仲基也很照顾素人女友 在忙碌的作品活动中 抽空享受约会 培养爱情 宋仲基没有向周围的人隐瞒恋爱事实 相反 非常高调地秀着恩爱 不仅像其他恋人们一样 会在家附近约会 在海外行程中 还会带着女朋友 在官方行程结束后 抽空和女朋友继续约会 随后 更多关于宋仲基女友的消息被曝光 女友名叫Katy Sanders 英国人1984年出生 曾经是一名演员 现在的职业是私人英语老师 她的五官神髓立体 身材更是性感火辣 是夜线傲人 从以前接受访的视频中 还能看出她的性格甜美可爱 长相神似克里斯汀斯图尔特 相当有气质 消息曝光后 大家纷纷为宋仲基送上祝福 希望她此次可以找到真爱 2016年 韩剧《太阳的后裔》正式上映 在全世界掀起追剧热潮 双送CP的呼声飙升不下 粉丝们都期待着 两人现实生活中也在一起 没想到梦想成真 2016年9月末 宋仲基经济公司承认 宋仲基 宋慧乔 在拍摄《太阳的后裔》时 对彼此产生好感 并已经开始交往 2017年7月 宋仲基 宋慧乔 通过经济公司宣布 将于10月31日举行婚礼 10月31日下午 两人在首尔举办了轰动演艺圈的世纪婚礼 半个韩国娱乐圈艺人到场祝贺 11月2日 夫妇二人前往欧洲度蜜月 本以为 这对高颜值夫妇会携手到老 没想到 仅仅两年后 就有网友发现 宋慧乔 不仅删除了个人IG里的所有照片 还将头像资料 全部换掉 反常举动 被怀疑婚姻出现变故 此后 宋慧乔多次出席公开活动时 左手无名指 都没有佩戴婚戒 2019年6月27日 宋慧乔 宋仲基 协议离婚 据韩国媒体披露 宋仲基离婚 没有通知宋慧乔 是直接去法院 申请离婚的 在递交离婚申请后一天 他才通过法律代理人 告知妻子宋慧乔 宋仲基方工作人员 向媒体解释 如果女方散布 关于他俩婚姻的一切谎言 宋仲基可以公开一切 宋仲基方考虑不向宋慧乔 申请精神赔偿 只求尽快结束这场婚姻 这一番话 让不少人猜测 宋仲基离婚的原因是 因为宋慧乔出轨 当然这样的说法 因为没有证据支持 所以 并没有对宋慧乔造成影响 如今 随着宋仲基 新恋情曝光 他和宋慧乔的CP 也意味着再无复合可能 双宋CP永远的B了